加拿大导引养生工培训中心 太极运2024年首场导引聚会 太极龙腾迎祥瑞 导引养生健康年2024年1月13日 尽管新年刚过春节未至 但列至文山的一间会所里 却是处处洋溢着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 里面忙碌的人们各个笑逐言开 因为加拿大导引养生工培训中心 太极运2024年首场线下聚会活动将在这里举行 尽管天宫不作美 自前一天傍晚起 一场冬季风暴席卷了安大略省 带来了暴雪和强风 大多伦多地区也出现10到25厘米的降雪和冰雨 道路湿滑 气温更是急剧下降 的确体验到三九严寒 风雪交加的严峻景色 可是恶劣的天气和路况 并没有影响来参加聚会的各路人马的高涨热情 这里不仅有加拿大导引养生工培训中心 太极运的成员 义工和家属们 还有太极友学会 导引养生工八段锦分会 导引养生工列治文山分会 国际艺术文化保护协会 养生工十二法演示 及两套工法的功效介绍等等 活动奖品丰富 我们有三大类奖 表彰义工朋友 一 优秀中学生义工 获奖者 Johnny Huang David Seier Di Meng Chen Jack Zhang 二 约克地区卓越贡献奖 获奖者 线上活动负责人 Cathy By 三 国会议员颁发的资深才艺比赛二等奖 获奖者 贵狐的Helen Wang 除此以外 还为每个游戏准备了一至两份奖品 其中包括一瓶人参冰酒 增加了开心指数 寓教娱乐 达到了健康快乐随我行的目的 在精彩分成 高潮迭起的游戏和功法演示后 前来参加的各个团体的负责人 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如释迦堡华裔社团的会长顾平说 只此机会 公驻加拿大导引养生工培训中心 在2024年诸事顺遂 事业兴旺发达 继续带领我们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提升百姓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的道路上 持续前行 直至永远 晚霞协会的会长Barberley说 今天荣幸地参加太极运的活动 我又长知识了 感恩我们的遇见 太极有学会的会长Jose H.说 感谢加拿大导引养生工培训中心 及导引养生工各分会的邀请 感谢所有志愿者所做的辛勤工作和努力 以实现如此成功和令人难忘的活动 导引养生工劣质文山分会的会长王继夜说 你们组织的活动好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我带来的是我们团队的核心人员和领导们相认 和兄弟会友相识 以便沟通联络 各个社团都希望在传承中华养生文化和共同提高社区中老年人群健康方面能够进行更多的交流合作 时过中午大家仍然交谈甚欢意犹未尽 随着美味的披萨意大利面等加国典型会议午餐一一上桌 来自各行各业却都热爱导引养生文化和功法的朋友们 继续边吃边谈广泛交流 最后在卡拉OK期前许多朋友大展才艺 银行高歌在一片欢歌笑语声中 已圆满结束了这场难忘的聚会 特别感谢对此次活动经费和奖品捐赠的 Josea Sandy Kennedy 艾凤霞 Carol You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